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Cat的站直就是一副女强人的样子 跟我恋爱吧 跟我恋爱吧的男女嘉宾 在这个集中终于到了正式见面的一刻 男女嘉宾的手智接触 当然不能马虎 首先男方只能隔着屏风聊天 来破冰了解对方 由男生来问女嘉宾问题 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聊天结束后 男嘉宾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盲选自己心中的对象 你觉得今天女孩子 会怎样 我觉得 我现在还没有跟她的成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在那边等女孩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净 我现在有点紧张 我有点害怕 Jasmine 什么感觉 Jasmine 讲不出话 两人害怕 我还要讲的哦 OK 好 各位男嘉宾 请你现在领取你的论坛 然后我们出门论坛 女嘉宾轮流出场 站在屏风后面 用变声器和男嘉宾聊天 见识5分钟 结束后男嘉宾以抽签方式选择女嘉宾 并揭晓女嘉宾的真面目 我 所以男生选我们的时候 他们也是Random的嘛 他们也不懂我们是谁 所以他们靠 看身材 看身高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抽这个 还要拿这个 对 然后抽签 那个就是男嘉宾的号码 不是 是女生的识趣 我们先第一个男嘉宾拿 对对对 帮她先看一下 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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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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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一人三人呗 好 各位啊 家宾 你先好了啊 好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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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高有点高 你看她的站直哦 就是一副女强人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小爱应该是摆到蛮性感的 很想看小爱摆摆 哈啰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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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男人有很多种嘛 所以你喜欢男人的类型是怎样 第一种 很熟稳重的刘德华 第二种 就是 阳光 然后很灿烂很暖男的彭雨晏 或者是 脚鲜肉的王家 你会怎么样选 贪心 贪心 上一个都要 我就是喜欢贪心的女人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你本身是吃辣的人 不减减减 减减减可以啊 多说不可以 可是我觉得她那个 是到底吃还是不吃的 那是什么味道 比如说 怎么样的味道你会吃多一点 那是 太是 这样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啊 你介意男生长得比你漂亮吗 不不 不不 看了我怎么 哦 自信 你自信 可以耶 但是我现在不想要想了吗 不好意思你时间到了 你时间到了 你这样会得知人吗 谢谢你 谢谢你哦 一号 一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二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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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小姐在喊你 不行我最紧张的 我刚不敢动太多 不知道要给他们三个 更开心的 因为我笑的原因是因为 她拿了麦 接了麦子后 好像我以前去参加 audition 要唱歌比赛 你是跳舞的人是吗 我是HIPHOP的 哦 难怪难怪 难怪他讲话的时候 一直会有那个律动 你应该周的 你会自来一点对吧 你们是他吗 呃 这样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呢 你希望你接下来相处的对象是 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是干嘛的 干周末的 你HIPHOP 你不喜欢你的 另一半也是HIPHOP的吗 棒 棒 唱歌还棒 如果会跳舞的话 你会唱歌吗 我会歌手 哦 可以秀一两段来吗 你永远不想吃水果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的话 我回家我会很开心 我天天可以听忘情水 这样你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喜欢做些什么事 蛤 时间到了 第三个国文是不要含虚 这样不要含虚 如果给你选男朋友啊 你要选00后的还是选90后的 90后 为什么我 90后才不能够高 我叫你男朋友 我中间这个男生多问题问 刚才都是他在问的 他说主持人啊 他当然很多问题问 这样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相信 相信 他一定很痒 他怀有少女的情怀 这样我想问你 你喜欢吃烧烤吗 我喜欢吃烧烤 第一次没有什么要求 第一次没有什么要求 我喜欢吃烧烤 我喜欢吃烧烤 我问了一个很厉害的问题 你喜欢小孩吗 你有想过 大概什么时候要结婚吗 我喜欢吃烧烤吗 另一半一定 是不是很紧张 我感觉 紧张 真的你本来没有在紧张 你去到时候 我问你问题 可是我好像 第一次都是我在选人 为什么突然就被人在选 我吃烧烤 这次性格很快 尤其是你接近要站上去的时候 身材最好肯定选第一号啦 身材好怎样定义 就是一定要高啦我觉得 你高的话 你自然就整个人体态很美 单单是刚刚我看那个剪影啦 我觉得 一号感觉身材最好 然后感觉比较有自信 我觉得是第一位 因为他比较高挑 身材比较显心 刚才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心情特别紧张 我是很紧张的 你看不到前面 你然后你就看你自己名字 我刚才在屏风后面的心情 是很紧张 可是又很期待 就很想要笑 但是又不能笑 又要忍着 我应该选Dixon嘛 因为他比较安静 因为他安静我潮 就不会嫌到我奇怪 因为我平时就是很潮的一个人 可是如果我遇到 比我热情的人 我就特别安静 我是一个需要时间 才可以去懂那个男生了 然后我才可以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我还不确定想要选谁 因为还没有正式认识 我觉得应该是Jasmine 我最后常看Jasmine的Igistory 她的Igistory跟我Igistory其实比较像的 然后两个都有自己弄东西吃 但是她是弄甜品 我觉得两位女嘉宾对我我选最大的 肯定是小爱 因为Jasmine比较安静 肯定跟我是比重不同的 所以我们肯定跟同一个频率的人去做比较 应该是小爱 因为在我的眼里她是完美的 她就像是一个偶像这样子哦 你们两个风格真的很不一样 硬要选我觉得是 反转 可能我会选Mac 我觉得我跟Dixon的整个感觉上还蛮像 应该是Mac吧 她就是比较活泼啊 不要幽默 比较讨女生喜欢 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的表现就是 我如果在女孩子面前表现得更好啊 这样就没有威胁了 啊谢谢 来你们抽签 给你们抽签啊给你们抽签 我也是抽红色 怎么全部拿红色不要轻 你刚刚刚说你要轻色吗 刚刚你说你要轻色吗 我们成全你 所以是先开 你老的先开了 敬老尊心 我现在先开了一定很紧张 不要先 这么紧张 我现在太恐怖想象 OK 我开3号 OK 那我们开的话 一起来 其实OK啦 我们就更紧张 诶 诶 真的是给你抽到你要的我 我们已经请了第一位女家庭在屏风后面了 我们请抽到3号的男嘉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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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好紧张啊 天哪 抽到吗 请拿下来 那个屏风打开后的 我第一的反应是很尴尬 然后又很紧张 嗨 你好 请你把手给我 从这一刻开始 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心事 所以你有心事可以告诉我 棒 请抽花 谢谢 请抽 好的 OK 好 我们现在有请你们抽到2号的男嘉宾 等前去 刚刚看到男嘉宾的第一个反应 我是哇 一开始隔着萤幕啊 就觉得好像看不太清楚 然后看了整人就觉得 哇 好看耶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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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尴尬 等一下 我先给你花线 然后我想对你说 接下来我们走下去 我们可以一起跳蜜蜂 哈哈哈哈 所以你有什么话想说 啊 你们说 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请我们现在最紧张的 干脚 就是 放 你 我们现在把屏风搭上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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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刚刚打开屏风的时候 超级无敌尴尬 看得出来我很尴尬吗 我们在私底下有讨论就说 谁不想抽到谁这样子 结果我就中了 疫情严重 中套 为什么没有中套 因为疫情严重所以要戴手套 对对对对对 对对这种发送给你 Thank you 有效度要水吗 守核要有效度一下 我讲真假 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是 早上有虫耻的鸟儿 很开心 因为给我选到了一号 心情是有一点惊喜啊 因为我抽到的是我完全不认识的男嘉宾 所以很期待跟他接下来的互动 我很怕一个情况发生是 我们的相处会变成爸爸跟女儿 我还满满意我抽到的男嘉宾的对 至少不是中间那个男生 这个结果我还OK 接下来满不满意还要看后续 其实还好勒 因为要相处嘛 因为我跟他其实是地下相处过的 对然后也有合作过 那是OK的 我想跟 Jordan 啊 Dixon 讲你们真的是很好 因为我们三个原本在私底下讨论啊 都是觉得应该是完蛋的蛋 结果出来的是漂亮的 然后是有气质的 想叫他们加油一点咯 就是讨好女嘉宾 Dixon 希望你可以打开你自己 玩开一点 然后 Mac 女嘉宾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他打开的 女嘉宾出现的时候他就说到小兔子这样了 所以我也觉得再让对方多多的去了解你自己 我还蛮期待接下来跟Dixon 沟通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模式 其实他是蛮搞笑的 因为我之前有常常看他的IG story 可是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就是跟他配对到 顺其自然咯 我们看接下来的节目是怎么样 可能有突然间有闪电到对眼到 然后爱上对方那种感觉 都很难讲的嘛 你就跟我从第一天就逮到去最后一天 You know 我们两个人就 大赢 很高兴认识你 来到这个节目 希望多一点了解你 希望我们能走到最后 如果可以的话 好像把你胡了一样 跟我恋爱吧